法国单日确诊三天前才冲破4万例 过去24小时又新增5万2千多起 累计133万病例名列全球第五 英国疫情没有趋缓迹象 上周达到2.6万例新高 26号再添1万9千多人染病 德国同样升温 24号达到1万3千例高点 目前下滑到一天近万人确诊 西班牙上周连续三天刷新确诊记录 25号起实施全国宵禁 周末数据暂停更新 美国确诊人数连两天创新高 26号终于下降到6万人出头 累计病例来到888万 亚洲部分印度曲线持续下行 最新通报4万5千例 接近上周低点 马来西亚疫情迅速扩大 但比前一天1200多人新高 26号确诊数降到800多人 印尼曲线稍有趋缓 每天4千多例确诊 过去一天微幅降至3700多例 南韩曲线起起伏伏 继上周高点155例之后 新增病例睽違两天 又回到百例以上 日本疫情也算控制之内 26号增加不到500人 比起前两天稍有改善 中国账面数据维持双位数 仅通报20例 新疆筛出的137名 无症状感染者通通不列入 协议都帮助纳